退休三年踏失之前上身。 中医师点名三餐一见景。 一般人的观念都认为淀粉是主食,多吃无害。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应该被列为主食,所有的食物都要均衡摄取,尤其大脑非常需要好的油脂,太高比例的淀粉会伤害大脑。 从事劳力工作的严先生一走进诊间,开口就问,张院长,我最近明显感受到记忆力减退怎么办? 我有不少的病患都有这样的问题,但这不只是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 记忆力恶化的状况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这次来求诊的严先生,其实也才五十几岁。 到底如何改善记忆力的问题呢?我先说答案,就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但是说真的,我最怕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在所有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看起来最貌似无害,甚至给人有天然健康的感觉。 因为在所有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看起来最貌似无害,甚至给人有天然健康的感觉。 它是人类最喜欢吃的东西,要它减少摄取,除非疾病已经严重到影响生活品质。 或是便寻名医无药可治,心里已经有所觉悟,不得已才会想试看看减少淀粉,否则一直强调这个一定会得罪人,或是和你争变个不停。 你吃了多少的淀粉? 。 所需的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包含淀粉和糖。淀粉类食物很多,小麦和米是两大宗。 另外红豆,绿豆,马铃薯,山药,地瓜,南瓜,玉米,薏仁,小米,莲藕粉,格粉,树鼠粉也是。 这些淀粉当中问题最大的是小麦,面粉,制品,而最容易让人疏忽的是白米。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可能不认同。 我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淀粉,而是在一餐之中,淀粉类不能占超过一半的比例,最好只占四分之一或多一些。 。 简单说就是面粉类和米两者如果可以选的话,宁可吃米,但不超过一大碗,否则刚开始虽然还不会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但是最后终究要面临某些重要的健康问题。 。 高淀粉比例对健康的影响,一般人大多会想到糖尿病,但是糖尿病必须两个条件同时成立,第一是刚刚说的淀粉类吃太多,第二是胰岛素的功能比较差。 。 如果你的胰岛素功能先天上还不错,高淀粉比例是不会让你得糖尿病的,但却会产生别种健康问题,其严重度绝对不亚于糖尿病,当中最厉害的是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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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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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立出问题,很难判断是否合理,常常做不好的决定,做不合一的处置。 2. 对活动和嗜好的兴趣降低。 3. 重复相同问题,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 4. 学习使用新器具有困难。例如,新的电视、音响、冷气机、洗衣机、微波炉、遥控器。 5. 处理复杂的事情觉得有困难。 6. 有持续的思考和记忆方面的问题。 7. 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记忆力减退,这样的案例多到无法胜数。 7. 严先生已经五十几岁,从年轻时就是运动渐僵,所以养成大量摄取淀粉的习惯,他爱吃米饭,一餐吃两大碗稀松平常。 7. 因为他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所以我认为两大碗还不会造成影响,就没有劝他减少饭量。 8. 因为劳动多,常常不小心用力过猛或不当失利,筋骨难免会有一些暗伤,经过我使用行器活血车。 8. 终要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也就停药了,之后好几年都未再回诊。 9. 记忆力减退,竟是他惹的祸。 9. 三四年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他来电,说这一年来记忆力严重减退。 10. 甚至好几次用瓦斯烧开水烧到忘记,差点引起火灾,生活品质大受影响,问我之前吃的行器活血药有没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10. 我听了觉得实在不可能,因为我用药原则第一就是安全,其次才是要求效果。 11. 也就是说我的作风是宁可让药效慢慢地发挥,也不要伤到患者身体任何地方。 11. 怎么可能会让患者记忆力减退。 11. 我查了一下病历,发现他停药没看诊已经三年多,但是记忆力减退是最近一年的事情。 11. 这三年,有没有再吃其他的中西药或保健食品。 11. 她说,完全没有。 11. 听到这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11. 因为我是专门看乙男杂症的,对于很多被列为非常难治的病症。 11. 都花费相当时间研究,等到突破之后常常发现造成这些奇怪毛病的原因多和淀粉类有极大的关联,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减退。 11. 我问他,你平常吃淀粉类,例如面类和米饭,尤其是白面粉,白米,占你一餐的份量超过一半吗?蔬菜不算在内的话。 11. 她回答,何止超过,几乎是全部。 11. 天啊!淀粉比例这么高,难怪会生病。 11. 现在医学报道都教人要少吃肉,少吃动物油,多吃青菜。 11. 但是这样根本吃不饱,避开了肉类和油脂,蛋白质和脂肪从何而得? 11. 蛋白质可以吃蛋获得,却又听说什么蛋有毒,胆固醇太高,对人体不好。 11. 豆腐也有蛋白质,却又说豆腐里面有食膏,又说普林太高会痛疯,于是豆类也几乎不吃。 11. 没什么可吃,难怪颜先生认为多吃饭总不会错了吧。 11.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蛋白质和油脂严重缺乏,淀粉比例过高,大脑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11. 她回答说,张医师,不可能吧?淀粉是主食,每个人都吃淀粉,我吃淀粉有错吗? 11.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淀粉是主食这句话,事实上没有一项东西是主食,所有的食物都要均衡摄取,尤其大脑非常需要好的油脂。太高比例的淀粉会伤害大脑。 11. 控制淀粉摄取,两周改善记忆力。 11. 控制淀粉摄取,两周改善记忆力。 11. 控制淀粉摄取,两周改善记忆力。 11. 但当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所以我没说什么,当下询问她现在是否仍旧是体力劳动。她说这两三年来已经退休了。 11. 原来如此。 11. 体力劳动已经没了,但饭量却没有调少,于是出现伤害了。 11. 我建议她这两个星期将白饭减量,第一周改为一碗,第二周改为七分碗,如果是五穀米或十穀米,可以吃一碗没关系。 11. 肉一定要吃,从鸡鸭鹅开始吃,一个月后加上牛羊猪,轮流吃,不能去油,不能去皮。 11. 每天至少一粒蛋,豆腐则随意吃,食膏对人体无害,甚至有益,吃豆腐哪一天不要吃菠菜就好。 11. 鱼有机会吃就吃,但不能油煎,油炸。面粉类不要吃。我认为只要两周,应该会有大改变。 11. 她说,反正现在也没别办法,姑且是一次看看,但我觉得实在不太可能,淀粉类这么平常的东西怎么会有问题。 11. 一周后,严先生来电第一句话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张医师,我错怪您了。 11. 我说,有感觉记忆进不了吗? 11. 她说,我在第一周就直接改吃七分碗了。 11. 她说,我在第一周就直接改吃七分碗了。 12. 蔬菜照常多吃,配合鸡肉、鸡蛋等蛋白质和油脂,不敢置信,才几天头脑就渐渐清朗了。 12. 记忆力恢复超过一半以上,也不会觉得倦怠,现在终于相信张医师您的话完全正确,未来我会继续按照这样的原则,谢谢您。 12. 改变记忆力的饮食法,两星期见效。 12. 电粉类。 12. 电粉类。 第一周,白饭一碗。 12. 电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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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鱼,随意吃,但不能油煎,不能油炸。 鱼,随意吃,但不能油煎,不能油煎!